世事如此纷扰,还是看电影比较好? 欢迎大家收看天帅说电影 这是一个神奇的世界,每个人的身上都自带插头和充电线 同时也是一个危险的世界,每个人都以电为实 只要电量不足,身体就会被掏空,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 这天,小美走在烈日炎炎的大街上 长期的跋涉早已让她的身体疲惫不堪 电量一寸寸的消失,现在的她只能勉强维持行走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此时一家便利店正在搞活动 广告上推销的产品正是自己所需要的 于是小美淡定地打开了钱包 什么,竟然是空的 但是在低头的瞬间,小美却意外看到了一只局中带电的小猫咪 看着猫咪不断扭动的小屁股,小美觉得口干舌燥 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但是没有想到猫咪也没有电了 不过作为善良的女主角,当然是要爱护小动物的 于是小美带着猫咪一起踏上了寻找电源的旅程 互相汲取电源就是他们的相处之道 小美不仅带着小猫咪找电源,还顺道给小猫咪找了小鱼肝 虽然过程有点艰辛,可是结局并不美好呀 最后就连乞讨也没有人愿意给他们施舍电源 我太难了 然而,命运之轮开始转动 那个命中注定的男人出现了 小猫咪用尽最后一丝电量 将那个男人拖到了小美面前 男人看到虚弱的小美,果断套出了自己的插孔 小美感动的热泪盈眶 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 可是无论怎么插都插不进去 低头一看,怎么是个三孔的 逗我玩呢 说好的女主光环呢 我太难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